阿兹海默失智症目前是无可治愈的病症 虽然无法痊愈 但全球许多临床医生和研究所 多年来都在研发能够减缓阿兹海默症脑力退化的药物 美国制药大厂里莱公司旗下的试验性阿兹海默症药物 近来就取得重大的研究成果 分析显示 里莱试验性的阿兹海默症药物 DONAMAP在18个月实验期当中 成功帮助患者减缓认知以及功能衰退速度35%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 全世界有5000万元患有痴呆症 阿兹海默症可能占了6到7成痴呆病例的病因 阿兹海默症又称为失智症 是最常见的痴呆症病因 患者的发病年龄一般在65岁以上 目前阿兹海默症是无法痊愈的病症 药物只能减缓他的发病速度 以及减轻病情无法根治 美国制药大厂里莱公司 多年来一直在研究阿兹海默症 旗下的试验性阿兹海默症药物 近来取得重大的研究成果 在针对1182名阿兹海默症早期患者 展开历时是8个月的试验当中 与安慰剂相比较之下 输入DONAMAP输液体的患者 脑力功能退化成功减缓了35% 不过DONAMAP药物也引发了脑肿胀 或是脑出血等一些安全方面的 严重副作用等风险 里莱公司表示 24%的试验者出现脑肿胀 引发严重脑肿胀的发生率为1.6% 与安慰剂的比例相比 DONAMAP药物引发脑出血的比例为31.4% 安慰剂则是13.6% 其中有两名患者死于药物的副作用 还有三名患者因为严重脑肿胀而不治 虽然可能有严重的副作用 但能够减缓脑衰退35%的研究结果 依然是医学界内一个重大的研究突破 无论如何这一项初步研究 还未得到外部专家的审议 里莱公司计划在今年夏天 在有关阿兹海默证的国际会议上 公布更多细节 目前里莱公司正在寻求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审批这款药物 又或讨议的市场